你别看他王朝如何如何,他并没有什么野心,安静看起来是没有 诗人是很多,生死是无所谓 金座塔最大的神,墓园最大的死,这个生死都是一样的现实 并没有什么死,我要崇拜什么 他们崇拜什么,就是犯神论一样,什么都崇拜 自然神啊 所以到了阿肯拉恩的时候,再确定,不行,他是他的王位的关系 确定,我们只能捧拜一个神,那个神叫阿玛瑞,太阳神 不是蛇,是个太阳,他上面是个太阳神 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爱情也不是高度理想,也不是我们想象这种流行现实 不是,他好像是个中间性的东西 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么高超的东西 但你说他不崇高也不见得 你看那个庙,盖着哇,那么宽,哪个肚子那么多 金座哪那么高 但是看起来那个维命的样子 我昨天做这个爱情的时候 我记忆说,妈呀,我做了四百多的幻灯片 每个捏幻灯片都不要听到 就从各种书,影片里面摆下来的 就想了解这种感觉 他很平和,很爱好艺术,很爱好生活 但是,不是说是堕落了,那么罪人啊,Singer 他们没有这么关系,生死的时间 你不要看他金座那麽高,他也没有高超的理想 也没有秦始皇,也没有罗马皇帝那种 你没有那种 记录里的感觉 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 但是,这个民族到时从民族到现在已在 比较确定的只有两个极限 一个是,最早那个地区有中组,中社人格 那么埃及应该和中社人格有关系 最晚进去的是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 现在被埃及称为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是回教的 但这个回教和现在的回教是不一样的 早期那个回教可能是那个 挪牙式的那个 是摩西五星人 但是沃阿伯和这个地区里面的民族是非常复杂的 很可能 从最早的那个棕色人种和后来的山族 阿拉伯人 杂交红和起来 才能够说明有古埃及人 古埃及人 就几乎是个,也不是黑色也不是棕色 反而尽善逐美 所以现在分成埃及人去古埃及人去 现在埃及人去 我觉得不然问题都没有什么意义 你根本不清楚当初 三千年以前的历史怎么记录 这更,埃及人不注重了这东西 而说起这一点 基督教和他不相同 基督教历史记的经验书 除了中国之外 记历史,用宗教记的 他是用宗教方式去记的 就旧元圣经 变成今天 游行全世界最多的书 那个就是希伯来人的功劳 才今天 所以这种情形里面我们看起来是 很多种族从那个棕色的 到那个阿拉伯乙 阿拉伯乙不一定是黑色 浅黑色 非洲是黑色 再来讲解我的观点 浅黑色 黑色 棕色 白色 黄色没有 这许多种族混合到一起 在几千年底面 你说 怎么出现了Sphinx和这个 埃及的金色塔的王朝 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说 它是一个 杂交的综合的民族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个文化变得非常特殊 也不像印度 也不像黄种人 也不像闪卒 闪卒和他完全不一样 所以埃及这种情形里头 他在那个地区很广大 物团有点丰富 因为尼洛河 有点和平 结果被消灭掉 是被阿拉伯人 就拉姆西斯以后 拉姆西斯有三世 一世二世是最强的 第三世就开始末末了 基督教就兴起在拉姆西斯二世的时候 所以你要想要了解基督教 你一定要了解爱情 但是你打开爱情 你看 讲不出他的文明高出特色 讲不出他的种族的原来 是不是 你也找不出他 最后怎么搞的 变没有了 现在不是重年代理 像现在希腊人 也不是重年希腊人一样 唯一比较是 几千年一个系统下来 是相应文字的中国人 也不是那么纯种 但是那少数民族都被同化了 问题是这样的 但是在地中海沿海不是这样的 阿拉伯人很多 山族更多 黑人非洲也是很多 但是黑人都抱不高 没有办法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中色民族 怎么样子和后来的这个有色那种 统合起来变成一个爱情文化 这个不可思议 你说他没有理想不是 但他分别很高 心胸很广阔 但是很实际 所有的世界的现实生活 结果都不放过 人家把老法康律 这个他们通通也还 现在医药什么 他们老的老就有 他如果不是一个战斗的高度理想或是权力的,好像还一直都不是这样 我看至少从两三千年到一千多年,那个时候中药海的王朝时代 古王朝时代已经不可逐渐了,就是Sphinx的时代 Sphinx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也是一个谜 有的人说就是因为在沙漠里面,风上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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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这个没有鼻子,有的人说把他拿掉,有的人说本来就没有鼻子 但是问题只有一个,他的存在是一个第一 一个什么,他人面是什么 这个说明的是,人类文明从那个动物变成有文明的人 中间的一个步步的,一个文明 这个文明这样变成后来我们看起来蛮美丽的,和平的 对我来说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觉得是一个秘密的 我们所知道的秘密是从希腊看的 就是那个神话,遇得到此 是不是当初是埃及的?我看不一定 所以那个人面诗生传到希腊去的,那个人面诗生变了 也是人面诗生变得漂亮起来的 雕琢的,很漂亮的 和那个埃及的那个神秘性 呆呆的笨笨的 你们看到那个Sphinx吗? 又好像是一个生物原来的 又好像是笨笨的 呆呆的,不大清楚的 很有意思的 但是你变成希腊去的 希腊也有一些人面诗生 就完全变成像 那这边聪明伶俐 很漂亮 爱情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王朝 形成这种状态 建立了这种文化 里面有一批人 是散族人 后来就我们称为希伯来的 我告诉你们 这个散族 希伯来人 这个种族本身到现在为止 也是一个谜 好像现在 我们讲到散族 散族和反散族 希特勒是反散族 反正这个散族 反正就是以色列人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当初那个散族 两河流域很多散族 像阿拉康的那些 苏美人 苏美人可能是另外一种 也是一个民传 是比较漂亮的人 很高度的文明 在纪元前四五千年 就好像中国文化 在东北那个 洪杉文明 十五千年 比那个大文口 可能还早 不过那个文明不漂亮 苏美这个很漂亮 因为他有多有文明 那个是不是散族 我觉得很难讲 是不是 就是 后来从这散族以下 一直到巴勒斯坦之间 很多都是散族 所以这个散族到现在为止 最顾名的 就是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就变成以色列和犹太 就变成基督教的种族的来源 就变成基督教的种族的来源 但是这个民族 它是向我们历史里面记录的 被埃及人压迫 摩西带着他的民族 到加南地去重新建国 有这种事吗 我是很欢迎的 就算有这种事 也不是 哎呀 讲年轻话 我是对历史文字记录时 完全不会有信心的人 但我知道你的价值 就像河马神话一样 你记录的神话 通通是基元前 文字以后记录下来的 你怎么可能 把基元前三千年的神话 按照你文字文明的方式 在记那个神话 是不是 就是 结果他一旦 希腊神话是这样子记录下来的 他就把那个 从前那个神话 丑化了 叫做巨人文明啊 毒眼龙啊 什么什么 所以他也按照他的文明 把很多东西什么 美化 也放在这个神话里 所以希腊神话 我告诉你 河马讲出来 后来被整理了 也比较自然整理出来的 伊利亚 在巴黎康志 是不是 绝对 从前不是这样子 他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三千年以前的希腊神话 可能真正有智慧的东西 也说不定 像雕匪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大克斯斯很多的 一種絕對是 就像中國的影視也會高度文明的 因為複印文字的文明 把古代的神話或者醜話或者美話 才是我們現在講的西大神話 我們知道他絕對美話 絕對世俗化 符合找這個文字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你ASL 它是希臘神話的文章 他今天寫了一本CR當中 《神話信徒家福學》 你現在看之前三年紀以前 文字怎麼會有這種事 當然不可能 假希臘人這樣聰明 通過文字和神話之間 這些關係那麼複雜的時候 你們想想看 人類裡面歷史記錄最早最清楚的 宗教的歷史的故事就是 那就是魚人和牠們成 44年 在天天裡的舊學廠 記錄就是天天天跋 那年以后记录下来 但是它的故事可以推到 既然千年 千年 三千年 是不是 我们承认它是有文献的价值 有神话的价值 有历史的价值 有宗教的价值 都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这些故事 绝对不是 西伯兰从前完完就能够 被改造过了 后来那个盐湖 什么湖 圣经啊 后来发现的 石泰镜子 那又不保险 就像中文的经典一样吧 最后是十三经了 标准政府的标准本 那最早就是 就是那中顶文呢 那中顶文以前呢 你中顶文是国家造的 是不是 你记录你对官家历史 这是中国的缺点 不是政治 所以那个政治 也不能和现在的政治 还比啊 实在不同 对 你也都念文 你的故事 也记得重点了 是不是 但是大部分 还是在 一千年 周朝前后 周公前后 比较多 所以 建子一定被文字 校正过的历史 里面 西纳是建子 中国人是建子 西伯兰的旧学生 不是建子吧 中国的意思啊 所以建子的一部史书 很伟大的史书 传可能是这样传 你故事记录 是不是那么真实 我看是大有余佑的 第一个 以我来说呢 第一个西伯来人 他真正完全住在那个 埃及吗 是不是 就是 他是闪除的话 那 两个六月闪除更多 最著名的就是 阿拉康 最年轻荡荡的人 而且 埃及的历史里面有记录 后来我们称了西国来的人 就是 H-E-B-R-E-W-I H-E-B-R-E-W-I 但是我们也看过 有一颗种族 就叫做 H-E-B-R-U-I 还是他不同的两种西伯来人 他是同一种的时间不同 他用的字不同而已 所以西伯来人 那些人是散出,就不一定指责埃及的名義。 怎麼樣去了埃及,怎麼樣回家南地, 講到現在的位置根本是謎團。 你按照舊約神經講到,沒有什麼話好講過。 看整個地中二元案的問題, 就是非常複雜,幾乎和埃及的文明跟謎團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希伯來人最早被誘太人,分裂出了以色列人。 按照神經來說,他是在埃及的一個遊牧民族, 那個遊牧民族根本是和埃及人都混在一起的。 甚至於這個希伯來人都曾做過埃及的法老。 你們想想看,這種故事是真的。 西伯來人和你改造過的埃及人分的那麼清楚嗎? 你們都做過埃及人的法老。 埃及人幫你趕走,就那麼容易,你就走嗎? 你真正只是從埃及到疆南地嗎? 你是不是兩邊跑來跑去多做你的人? 亞巴拉漢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並沒有到疆南地,他到伊洛河。 本來可以到疆南地,只要疆南地有人,他就讓給人家。 所以這種歷史記在這個小的地方,很清楚告訴我們。 西伯來人這個詞,這個民族和埃及人和兩個流域的人混合到一起的。 不可能像,就在聖經講的, 在我前面中,出埃及記,過吼函。 不可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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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像。 就算是你這執西伯,在埃及這一域,怎麼去都不知道啊。 耶穌的,本來就在加南地。 後來看著尼洛河比較好,就跑到尼洛河去。 跑到尼洛河去,就去喝一天,會合到一起, 那做到他的皇帝。 是不是? 最後就說,埃及到了, 拉姆齊撒爾時,把這培西伯仁趕走。 就是摩西時代,摩西大概接了一千多年。 照我來看,那個也是一個大問題, 摩西曾經帶了幾十萬人, 出埃及到加南地。 這種事情可能慢。 那個時代,告訴你,一個城市,四五千人。 就像DBC也好,你想,像什麼, 埃及最大城市開樓。 有沒有一萬人呢? 一、兩萬人不得了啊。 真的,你沒有控制那麼強大的時候, 一個部落,一個種族,一個climb, 一、兩萬人。 可能只有五十人到兩百人左右。 其實前一千多兩千年的時候。 今天,我看有的書裡面寫, 摩西帶著兩百萬億希伯拉人, 好了,就帶加南地。 你宗教裡面那些,那無所謂。 那個是不可能的事。 後面有神就可以。 好,那個神寫的,不是他寫的。 是不是? 故事歸故事,神話歸神話,事實歸神話。 不是說他臉低,他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要弄清楚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說, 這個閃蘇和埃及人是混到一起分不開的。 根本在埃及, 尼羅浩和那個兩個流域旁來法罪的。 因爲什麼?他們都是幽默的。 由此起過來, 你幽默的, 比那個埃及人更幽默。 是不是? 你都做他的法老。 他的文化可能比你有母文化還高。 我告訴你, 基督教的一神論, 就是阿肯納德那人學來的。 因爲世界上第一個一神論, 阿瑪瑞,阿肯納德, 就埃及人。 可能從那個時候, 西伯納德那人說, 西伯納德那人, 受了壓迫, 怎麼壓迫, 這個沒有人知道了。 你看, 這個神經裡的故事, 那個不算了。 你看到摩西, 怎麼樣就跟他打架了, 欺負他了, 是吧? 然後他談, 我不帶著西伯納德那人回家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和那個, 埃及文化混合了。 說不定一開始的時候, 西伯納德那人受埃及文化的影響, 做他的觀。 很可能後來, 他的文化高起來了, 覺得, 愛及文化不能滿足於他, 但寧願帶他來住人。 的。 從前不是像我們在那裡, 國際和國家化的那種清清楚楚界限,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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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人都跑來跑去啊, 亞巴拉罕都跑來跑去啊, 拿那個固定在尼羅河, 拿那個固定在加藍地, 根本不是變的, 就突然出來一個故事, 摩西, 摩西可能是個天才啦, 覺得愛及文化不夠高啦, 說不定他, 也可能, 安靜人也會亞伯他, 你愛及當他法老, 當他, 很難講的, 這兩個, 愛及人和西伯納德人, 散租人都混合到一起, 和拉拉罕人都混到一起的, 能夠熱的, 說要去牢壩之他的力? 問一答第一個是什麼? 所謂那個 Key Sobien Re Hideurs ya. 很多人彼此我們有在兼 broad Congressme권, 不像其实是王政党的 在动情形体里面 你说谁高谁低谁抢谁谁什么 压迫谁 我觉得那都还难讲 不是我们现在看得比较厉害 所以被称为我心是英雄 这也是可能的 他也可能受到埃及人的压迫 因为埃及当官党也压迫他 但是据说 这个西伯拉人摩西 和拉姆西斯二世 根本是心同兄弟 他这个种族比较多 马来跑去反正神心打车 很压迫谁搞不清楚 就把摩西偷偷运到西伯拉人 那里去养 不是西伯拉人 并以色列的文化 已经高于来自ich 还稍微差一点 它也是一个文化对文化 只是一个尼洛河定局,一个比较勇猛的,这样的形容。 这种形容之下,你说大的权力压迫少数的人,这个也没有什么。 倒是摩西肯带他的族人,那多少人不知道,我看挺多两万人的,没有几十万人,不可能。 那个纪元前一千多年有聚集几十万人吗? 而且是埃及尼洛河温宁靠的地方,你为了他压过你。难道你不反抗吗? 难道你不抢他的地方吗?难道你没有共产生吗? 难道还说不定你觉得他的文化不够搞,我都当过你的法老,我都现在无法搞,我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从前你不像现在的文化那种开发国家,是不是? 你看亚伯拉罕的时代,通通的沙漠啊,哪些屋子都不是这样的。 那个人都是诸说一道儿去的,干什么时候有山谷,有水啊,就不去的。 尼洛河只不过大一点而已。 那两颗头鱼也有很多颗。 所以带着族人去迦南地,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那么伟大的事。 他也不可能,就是带了几十万人也不可能。 带几万人好了,他中间是不是也要拜那个经纪和什么什么的? 和那个埃及一样美。 这样子的结果告诉我们,摩西绝对是一个天才领导的英雄人。 他竟然说服他们,真正给他走。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你们也不会这样想。 我看到那个当初的文化和众族,我跑来到去。 都不像旧约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么神话神奇的。 没有了。 所以,他带他们去迦南地,也在中国,立足也不容易。 大概后来人散逐人也来,又要想来想去。 他是个英雄天才,可能是事实。 但是,他出发一起纪念,不可能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都上网去看这些犹太教的,叫拉比亚。 他们传教,那都是外国亲来的,找台湾来的。 讲来讲去,就在讲救援圣经的故事。 只致上个字,就是内。 不要想要想要想到基督教。 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今天的拉比也好,神父也好, 参观到他们传教,那就是走了。 是不是? 我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但是,我一到过去地中海,非常不够。 那种族的性质是这样的,文化的性质是这样的,假如有这种故事发生的时候,一定经过河马仕的改造,就变成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是这样的话,摩西君是一个天才英雄说服着他想高国埃及文化,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就重新建国了。 建国这件事情不能按照现在的政府,不能这样看的。 建国就是一群人住在一个地方,有人管理,就是建国了。 没有现在我们这种国家观念,有没有种族观念都没有,可能就家族,至少那个亚马拉雅是这样子。 是不是,摩西的时候可能已经,西伯兰已经文化比较高了,种族也比较发达了。 你看他跑来跑去不一定是埃及亚伯达的,他真的因神主义,要找一个好的地方立国。 是埃及的。摩西是这样子的话,真正代表基督教原来的状况是亚马拉雅,不是摩西。 但是历史上的记录看起来,他们都在一千多年的时候,我看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连后来的回教族称摩西,古今世宗教回教的来源, 那个亚马拉雅显然为摩西要早,有的地方是说,亚马拉雅是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的时候更是犹牧民族,更是犹牧民族,更是跑来跑去,不一定是听神的。 圣经里面的记录确实有很多象征性代表的,就像希腊里面有很多好的神话是一样的。 这个事实,至少我们看起来,摩西按照这个种族来说,埃及和希伯来的关系是这样的复杂。 加南地的伞族和尼罗河的伞族也是这样的复杂。 出了一个英雄。这个也是可能的。这个英雄也有它的来源, 真正的来源是亚马拉雅。 看起来,亚伯拉罕应该在2000多年,才是基督教的真正的核心性的来源,种族性的来源。 也很可能在2000多年,文字以前,为什么后来都称亚伯拉罕为圣? 很可能就是它在文字以前已经形成的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和精神的信仰已经成立了,不是罗续。 罗续变成法律了,法律就是文字,像那玩的。 亚伯拉罕不是啦,亚伯拉罕是属灵啦,纯信仰啦,完全不同。 有一定你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些故事都变成影片,它是按照圣灵讲的。 但是我们也看,我觉得今天也不是。 而且我看那些影片不是随便拍的,可能都是蛮专业的,外国人或意大利的人。 所以我看那些影片是什么,很有思想和态度。 很多很多,我们也时间看很多。 所以我总觉得亚伯拉罕和摩西奥分开。 亚伯拉罕和摩西奥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才和那个爱迪关系不密切。 亚伯拉罕更密切的话,亚伯拉罕更是跑来跑去的那个山主。 不是从爱迪被逼过跑到加南迪里面山主。 所以我想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